第290章 來客 上一章就說到 那個林隊長 他過來找姦天羊 他說要請姦天羊去飲酒 桌面上那些菜很豐盛 有醬骨頭 蘭燉 小雞燉蘑菇 豬肉粉條 香氣撲鼻 再加上主人和林隊長 也都很熱情 我就機不住勸了 也都喝了一杯酒 瞬間就覺得有一股熱流 在全身亂吹 身體那套子宮 也都亮了起來 似乎想要衝出來 我就只好強行 把他壓住 梅姐 她陪我們喝了一杯酒 就借口說還有其他客人 她關上道門 就離開房間了 就是留下我和林隊長兩個 林隊長 他放下手裡的筷子 他對眼釘著我 他就問我了 天羊 實不相瞞 我今天回去之後 調查過你的資料 也都和京城的緊直局長通過電話 對你 也都算了解了一些情況 雖然 我一直都不相信 那些什麼鬼神之說 但是 對於你們這些 從事某些傳統神秘行業的人 更是了解 是 你們挖墓更加 聽說被很多皇宮貴族 整個墓的 柳仁峰 今次請你來關外 是不是想動 雪峰山墓葬群的念頭 那個被害的穩墓狗 和逃走的三個人 又是什麼來歷呢 我早就知道他會問我這些問題了 我微微一笑 就對著他說 我就說 林隊長啊 人家都說 食人嘴短 拿人手軟 看來我就不應該來這裡 和你吃這頓飯了 既然你都聽緊局長 講過我的情況 那就應該知道我們尷尬 其實 只會和人家修墓 不會去道墓 我到關外來 是有其他事 和你所說的墓狀 一點關係都沒有 來之前 柳仁峰都沒有跟我提起過這件事 這個林耀陽林局長 他顯然不相信我說的話 他反問了我一句 微微一笑 就勸我繼續喝酒吃肉 就沒有再往下說了 我見到這樣一副情形 我心裡就凌機一動 該不會是想把我灌醉 然後再套我的話是吧 但一杯酒落肚 我確實是有點雲陀陀 等到後來 再把酒湯下去 還未等熱烈烈的酒 落到肚子裡 那裏紫缸一轉 酒液就變得涼陣陣 完全沒有酒的衝勁了 一開始 還是林隊長 不斷死要勸我喝酒 慢慢呢 我就熱飲熱快 後來就變成我勸他 他就逐漸喝大了 眼神都變得有點迷你 而我呢 就越喝就越清醒 這個時候 我才開始 向林隊長打探陰陽分和柳家的事 但是這個林隊長 好像知道這些事知道得很少 他說自己幾個月之前 從外地調到雪山市來的 他總是覺得柳家這個家族 有些見不得人的事 所以才想著去調查他們 但每一次都障礙重重 這一次找毛鯼被害的事 牽扯到柳家 他就想借這件事 就缺開柳家的真面目 但無論是上司 因為是同事都不支持他 他才想著跟我套近的關係 看看我可不可以說些甚麼給他 林耀陽說完話 他就扣在桌上 然後就睡覺了 我剛要叫梅姐過來 想把林耀陽送回去 就聽到生下肢的一聲就打開了 我轉著頭來一看 就見到一個女人站在門口 這個女人一身運動裝 二十六七歲的樣子 長得很普通 看見她的瞬間 我就想起了 找毛鯼被害之後 從八零零四房離開的那個女人 我連忙伸手 把聊天劍拔了出來 我衝著她大喊我就說 你怎會來到這裏的 那個女人伸出手向我捉過來 她小小聲地說 她就說 你不管我怎麼來這裏的 如果你不想死 就快點帶我離開這裏 她動作真的很快 我只覺得手腕一量就被她捉住了 我驚叫一聲 手裡的聊天劍就向她胸口刺去 但聊天劍才舉起來 我就覺得有股寒流向我身體襲來 那是一道烏黑的陰氣 陰氣一入到我的身體 看來紫光亮了起來 瞬間將它消融了 聊天劍上也亮起了一道紫色的紫光 知道她一聲就刺入到這個女人的身體裡 只聽到這個女人一聲慘叫 身體忽然間在我面前消失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頸一緊 就被她從後面捉住了 這個女人就衝著我大鬧 她就說 好你的姦天羊 我是過來救你的 你竟然用聊天劍來傷我 真是狗咬女動笨 不惜好人心 你看看外面 她說完一下就把我推開了 接著我才發覺 丸子那裡黑蒙蒙的一片 其他房裡還有人在吃飯 不時有些歡聲笑與前女 但是整個私房菜呢 就靜雞雞一片 不僅如此 在丸子各個各落 隱隱約約有一個個黑影 她們看起來很模糊 顯然 倒是鬼 我冷坑一聲 然後就轉頭來對著那個女人說 我就說了 你來救我 你自己也是鬼 外面那些同類是你帶來的吧 你害死了找無救 現在又來找我 到底有什麼目的 哈哈 你見到我害死找無救嗎 害死她的另有奇人 我只是正好在那裡 我是說我來救你的 如果你不相信 你跟我去一個地方你就明白了 那個女人在那邊解 哼 正好在那裡 那三具屍體身上的紅線 又是怎麼回事 難道說不是你用採門的天師引線術 控制她們害死找無救的 說 你到底是誰 為什麼會知道我在這裡 我當然不會傻到跟她去什麼地方 我連忙退到林耀陽的身邊 想把她扶起來離開菜館 我嘴裡沖著那個女人大喊 那個女人也沖著我大喊 她就說 江天陽 我再告訴你一次 白鬼拍門 這個菜館已經被幾個鬼圍起來了 你就算是懷疑我 也才跟我離開這裡再說 我自然會離開 不用理你 我懶惰地對著她喊 我隔起了林耀陽 向外面走去 那個女人狠狠地掘了我一眼 就沒有再說什麼 然後在我後面 我一直注意著外面那些黑影 一邊就治癒著她的動作 我好怕她忽然間對我出手 我一隻腳 才剛剛走出房門 就聽到梅姐的聲音 在門邊響起來了 江家小哥 你為什麼要走 我還想要你陪我喝一杯 只要見到這個梅姐 她靠在牆上 臉紅紅 對眼迷你地看著我 我就連忙對著她說 我就說了 梅姐,林隊長她喝多了 我有點醉了 找一天再打擾你 哈,沒事的 你再陪姐姐喝幾杯 喝大了 就在我這裡睡好了 這個梅姐她不由分雪 上來拉著我的手 就往屋裡拖 好像完全看不到我身後的那個女人 梅姐雖然是個女人 但是她牛高馬大 力氣也很大 我又扶著林隊長 竟然沒有辦法掙脫她的手 那個女人一臉條笑地看著我 她好像沒有阻止梅姐的意思 我只好小聲地對著梅姐說 我就說了 阿梅姐,你沒有看到丸子那裡的東西嗎 阿梅姐呢 她轉著頭去丸子那裡看了一下 她就嘞嘞嘞地说 哼 院子那里到底有什么 就在一个另一转头的信杆 那个女人忽然间伸出手 在她后脑那里拍了一下 只听到嗖的一声 她手掌带着音风 从我面侧那里画过 我连忙伸出手去挡住她的手 怒气冲天地冲着她喊 我就说了 别害人 又是啪的一声 这个女人的手被我拍开了 但她的手指还在梅姐的后脑那里掃过 只见到她的手上捏着一根黑色的视线 从梅姐的头那里挖了下来 也在这个时候 这个梅姐就一声惊叫了 再一次伸出手来捉住我的手臂 她的嘴里大喊 她就说了 兄弟啊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林姑 林姑做什么 为什么院子那里有这么多人 那些黑影忽然间从暗厨那里走出来 向我们逼近 屋顶也出现了一个个黑影 飘忽不定 似乎要阻止我们从上面离开这里 我见到梅姐 不把那些黑影看成是人 我就把她的身体转过来 我笑着跟她说 我就说了 梅姐啊 林队长她喝多了 你先扶她回房 去休息一会儿 我去看看那些是什么人来的 我把他们赶走 梅姐她又转着头来看着那个女人 她就笑着打招呼说 兄弟啊 这个 这个是你女朋友啊 哇 生得都很美女啊 说完 梅姐就把林耀阳从我手里接过来 扶着她走回房那里 把她放到沙发那里 跟着她又说了 哟 我出去告诉其他人知道 今天晚上这里不再招待客人了 要他们快点离开 你就老老实实在屋里陪你女朋友吧 人家都说关爱的女人的嘴巴好甜的啦 果不其然 那个女人的掌相 真是只能够用普通来形容 梅姐呢 就好像见到一副 绝世美女的样子 我就连忙告诉梅姐知道 她才不是我女朋友 我不认识她的 那个女人她就撇撇嘴 她就说了 哼 坚天阳 没见到梅姐这样的大美女 你想飞走我了是不是呀 她一路说着 那个女人就向我洗了个颜色 示意我不管梅姐 我心里就很奇怪了 就见到梅姐已经走到门外 我担心她的安危 连忙静悄地拿着聊天剑 跟在她身后 才发觉梅姐的手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串红绳 这个时候那个女人走在我身边 她小小声地说 她就说了 这个梅姐她不是普通人来的 她是出马仙弟子 手里拿着的这一根 是菌仙绳 梅姐竟然是出马仙弟子 这一点真是出乎我意料 梅姐走到院子中间 来那些黑影 不过几米远的距离 手里的长绳一拼 只听到发出啪啪啪的声 她嘴里冷声说 我的店今天已经关门了 今天就不再招待黑人 你们大家从哪处来的 就回到哪里去 长绳灰洞干 在夜色那里竟然带动着金刚 将周围那些黑影真灵的面孔 映出来了 看来梅姐已经看出她们的身份 但是梅姐她一点都不怕 那些黑影似乎很畏惧 菌仙绳 不敢再靠近 梅姐得意地笑着说 哈哈 怕了吗 如果怕的话 就跟我快点啦 好了 这一张节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张 第二百九十一张 半变 上一张节讲到 江天阳和林队长 在那里饮酒的丸子 变得鬼影重重 梅姐的话音未落 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怪笑 哈哈哈哈 怕你 小小一个出马线 还不知让我怕 我来这里只是想带走江天阳 和其他人墓瓜 你叫她出来 我可以放光你们几个 只听到叽叽的一声 软门碎裂 碰碰碰 沉重的脚步声中 又有三个身影走进来 灯光下看得很清楚 竟然是还想找无够那三具尸体 见到这三具尸体 那个女人就仓着我笑 她就说 哈哈哈哈 你不是说是我控制他们 害死了找无够吗 那你看 正主来了 你出去问一下她 我和她 是不是同伙啊 梅姐见到这三个尸体 走进来 就啪了一声 手里的菌鲜绳 就向他们卷了过去 她在那里大声怒骂 她就说 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意 敢在我金花教纸的堂口 轻风作浪 江天阳是我的客人 我看看谁这么沙胆 这么动它 菌鲜绳将这三具尸体 捆到结结实实 梅姐猫一带 要将这三具尸体带到 但是他们呢 就动都没动到 好像一块柱 那样落在那里 这个时候 门外那把声又响了起来 就说了 金花教主 不过是一条晚妖 只能够吓那些 不入楼的野鬼 如果你这么不懂做 再不退口 就米贵我不客气了 随着那把声 又出现了一个东西 在门口那里 这一次 是玩无构那棵头 只见到它 圈范在空中 两米左右的位置 看来就好像 一个没身体的人 那对眼睛撑得很大 死死地盯着我 嘴巴一张一盒 他就说了 金天赢 你趕快跟我走 我可以放过 这两个山人 和那个女鬼 三具尸体 和永无构的头 都是柳家的人弄走的 现在为什么 又会出现在这里的 梅姐见到那棵头 她惊叫了一声 他就说了 飞头缸 那个不是境外的邪术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那棵头 冷笑了一声 嗖了一声 就向梅姐飞了过来 张嘴 喷出了一道血战 射向梅姐的面门 梅姐连忙 后退了一步 手里边的菌仙绳一拉 从那三具尸体的身上 脱开了 卷向空中的那棵头 另外的手那里 拿出了一面铜镜 迎向血战 那一棵头 随风一飘 菌仙绳 就落空了 只听到 字的一声 血战 落在铜镜那里 血光四溅 梅姐的连忙 终身跳开 不过 还是有几点血 溅到她的身上 衣服瞬间 就被烧出几个洞了 发出了一声惨叫 似乎被烧伤了 我身后那个女人 懒笑了一声 她就说了 哈哈 出马仙弟子 有什么可能是 那条人的对手 奸天阳 你最好 让你这个 美女姐姐 闪开 否则 她会被害死的 我连忙走到梅姐的身边 低下她头 向她身上一看 只见到她血 溅到她的地方 出现了几个伤口 红红种种 已经烂了 流着黑色的血水 梅姐痛到 发出了轻轻声 她身体一直在抖 我把梅姐 扶回到房 让她坐下 我告诉梅姐 她应该是中了尸毒 接着我咬破自己的手指 滴了几个血 在她的伤口 让她在屋里 不要再出去 我见到那个女人 我就皱着眉头 就跟她说 我就说了 喂 你不是说来救我的吗 为什么会就手旁观 如果真的想帮我 就跟我出去对付 飞头缸 和那些鬼东西 那个女人 她却是冷笑了一声 她就说了 哈哈 我本来是想来救你的 但是既然你不信我 我干嘛还要救你呢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跟外面那些伙子 是一路的 你证明给我看 你证明给我看 我就相信你 我也是同样 对着她反顺相机 那个女人 她点点头 她又说了 好 一言为定 只要你将飞头缸 忍得拎着我头里 我就有办法去 康复她 我在离飞头缸 几米远的地方 停了下来 我钉着她 我就问了 是不是你害死了 找毛鸡 哈哈 没错 是我趁找毛鸡 施展飞头缸 出去吃那些胎儿的时候 控制了这几具尸体 将她的五脏六腑吃了 她回来没办法 跟身体结合在一起 就死了 奸天爷 如果不是我将她杀死 或者死的就是你 你还不快来 多谢我这个救命恩人 哈 真是奇怪了 我身后那个女人 说是来救救我的 现在这个虽人 又说救了我一命 她们一个一个是不是有病啊 哼 救命恩人 那你准备 要我怎么报答你啊 你既然救了我 那又何必的缩头缩尾 好像乌龟那样 我冷静了一声 冲着那棵头说 眼睛就望向门外 想看清楚 到底是谁在那里 控制三具尸体 和找毛鸡的头 不过丸子出面 就凶溜溜 什么都见不到 你想去见我 可以 你跟着这棵头过来 尹毛鸡的头就对着我说 跟着 她就拎着我头来 向院外 飘了出去 就在她过去的瞬间 我身后的那个女人 突然来到她的身后 双手捉住她 张嘴就咬她断了个颈 尹毛鸡的头 发出了一声惨叫 一道黑烟 从里面飞了出来 迅速化为一个 像小孩的样子 匆匆忙忙 就向外面走去了 尖天阳 不要让她走了 那个女人一手提着她的头 一手向那个小孩捉去 都还没等她开口 我手到的聊天剑 已经向那个小孩斩了过去了 一道止缸 很快就抹入到这个小孩的身体里 只见到这个小孩 一声惨叫 身体 直接就被子缸打散了 在消失之前 她就转过身来看着我 面色真灵地说 她就说 尖天阳 你不来见我 你会后悔的 那个女人 见到这个小孩 被我一剑打散了 她失望地跟我说 唉 你落手 也太狠毒了吧 我要你捉住她 不是要你打散她 我就无奈地说了 我就说 那你又没有说清楚 再说了 我都猜不到 她竟然 连我一剑都抵挡不住 在这个小孩消失的瞬间 原来站在丸子里 那三具尸体 就普通普通地 跌在地上 显然 是被那个小孩控制的 也都在这个时候 丸子的外面 响起了一阵掌声 啪啪啪 一个身影走了过来 竟然是梅姐 我心里就很奇怪 转过头一看 就见到梅姐 还是坐在屋里 正在包扎身上的那些伤口 再一次回头 门口那个 和她的山一模一样的人 还在那里 那个女人 她都惊奇地说了 她就说 蛤 是什么回事 这个美女姐姐 会分身啊 只见到门口那个女人 她看着我 她就笑着说了 她就说 姜天阳 你都挺厉害的 竟然一见 就把那个 滋馀的魂魄打散了 不过你知不知道 就是这样 你和她结仇了 她不会放过你的 门外那个人 那把声 和梅姐都很像 不过 他们两个之间 都是有点差别的 相比起来 梅姐的声 会清脆很多 而门口那个人 那把声 就低沉了一些 而且她们两个的 眉眼之间 也都有一点 小小的差别 门口那个人 更加 男性化一点 这个时候 梅姐 也都见到 那个人 一下子 就从 椅子里 站起来 大声地 冲着那个人 那是 姐底 我看看梅姐 又看看梅晶红 我照着眉头 就问她 你和刚才那个小鬼 是一路的 还是 你是来找梅姐的 梅晶红 她就摇摇头 她就说 我和刚才那个小鬼 不是一路的 不过我知道 她的来历 我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请你 跟我去见一个人 是梅晶香 当初我们的父母 为了救她 把我的身体 残忍地 扑开了 她的身体 我以后才来 说完 梅晶红就转过身 将她后背 对着我们 伸出手 将自己的衣服 扯了下来 她瞬间 就全身 牢牢地暴露 在我们的面前 我身边那个女人 在大喊变态 但是她对眼 还是 定定地 看着梅晶红 我往梅晶红 我身上 看了一眼 我忍不住一声惊叫 只见到 她的身体 竟然只有一半 梅晶红的身体 好像被人用刀 从中间 扑开了 好了 这一章节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章节 我是纳宝 第292章 蛇散走 上一章节说到 那个丸子里来了很多鬼 要带 在天天天阳走 我身边的女人 她好奇地向梅晶红的两腿之间 看过去 然后 她就对着梅晶红说 哈 原来你是男的 不过你生得真的很奇怪 真是可惜可惜了 见到她出现 鸡小梅晶红 梅姐就从房里走出来 冲着那个女人大喊 你收声 梅晶红虽然害死我父母 但是她不仅是我弟弟 而且还是我妈生弟弟 不准你这样说她 说到这里 梅姐就伸出手 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扯了下来 只是留下两件 遮住重要部位的衣服 她转过身去 将头发弯了起来 给我们看她的后背 梅姐的后背 也都有一道很明显的伤口 冲头 有一只道脚 不过相比于她弟弟来说 她的身体总算是完整 见到这一幕 我就明白了 一定是当初生下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的后背 是粘合在一起 医生在将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 并没有从中间切开 而是将刀口偏向梅晶红那边 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梅姐将衣服穿上 转过身来看着梅晶红 她就咬牙痴痴地说 梅晶红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恨我 恨我们的父母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是他们生下来的 就算是畜生 都知道保养育之恩 你呢 却亲手将他们杀死了 你真的连畜生都不语 只见到梅晶红 她就懒笑地说 哈哈 养育之恩 我屁 他们只是对你有养育之恩 对我 只有杀身之手 当初他们为什么不让你死 让我活下来 如果不是师父救了我 给了我这条命 我作为一个半边人 活到现在 只怕我早就已经死了 哼 救了你 梅晶红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那个师父 只在这里利用你 他虽然用了邪术 让你活下来 但是这几年 你为他做了多少坏事 你只是他作我的工具 梅姐大大声地 冲着梅晶红喊 你用我 你胡说 师父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 他说了 只要我将奸天羊带过去 给奸天羊打开那个阴阳墓 拿到里面的疑魂珠 我就可以将你的身体抢回来 到时候 我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男人 师父他还说 会把柳家二小姐柳如雪 给我做老婆 梅晶红也同样冲着梅姐大声地喊 见到梅晶红用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手臂 半片身体随之遥防 好像随时都会断 我就觉得很同情 同时 我又对他那位师父充满好奇 一个只有半片身体 器官不存的半片人 他是怎样让他活下来的 梅姐见到梅晶红 他不顾骨肉之情 就讽刺说 柳如雪 跟你做老婆 你觉得柳家会同意吗 就算你抢走我的身体 你也只是做个女人 因为你的器官本来就不存 当初医生之所以选择给我活下来 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寄生在我身上的 也就是说 你一直在里吸收我身体的营养 如果不做手术 将我们分开 不单止你活不下去 连我也都会被你害死 你一直都在里冤恨父母 冤恨医生 觉得是他们害了你 你为什么不自己想一下 如果不是你前世 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 又怎么会受到这样的报应 只可以做女人 那你就错了 我师父 医术神通 他既然 可以让我活下来 那就一定有办法 让我成为真正的男人 比任何男人 都要更加厉害的男人 我都懒得跟你说话 等我将奸天羊 带他见我师父 再回来找你 哦 正了 梅精红 我那里的男人 是你的身份吧 他看起来很强壮 那样东西一定是不错 到时候 我会叫师父 将他那样东西 移植到我身上 梅精红这只仆街 说话真是噁心 他似乎对自己的师父 很相信 看了一眼屋里 是林耀阳 他忽然间坏笑着说 梅姐听到他这样说 惊得窒窒跳 就一直在那里骂他 你只变态梅精红 你跟你那个师父一样 都是个变态 死变态 梅精红 如果你这样林耀阳 我就请金花教主出来 将你们碎尸万段 梅姐毛怡呢 是很爱林耀阳 他听到梅精红这样说 他吓得面色大变 在大大声地骂他 梅精红呢 就懒笑地说 哈哈 金花教主 是那条蛮蛇 他如果真的有神通 为什么当初 不让我们两个都活下来 你直过去请他出来 看看到时候 是他打败我师父 还是被我师父捉住他 将他凳成一碗蛇巾 我和身边这个女人 已经被他们两个人 讲话吸引住了 这个时候 梅精红就转过身来 对着我们两个 对我招招手 他就说了 坚天阳 你最好就会做 乖乖跟着我去见我师父 你不要逼我动手 我知道梅精红呢 他因为自己身世这么惨 所以整个人 都变得不可理喻 我都懒得跟他讲话 我聊天剑一摆 冲着他大喊 我还说 你尽管放马过来 但是就在我举起聊天剑的时候 我心里大吓了敬 我身体那里 无事不在的那里指缸 突然消失无影无踪 梅精红他有趣地冲着我笑 他就说了 哈哈哈哈 怎么样 是不是傻了呢 坚天阳 你还没知道吧 你刚才喝的那种酒 是蛇散酒 现在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 也都洗不出你 他一路说 一路向我走过来 蛇散酒 梅精红 你为什么要让我喝那种酒 你和林队长 为什么要害我 不单你止气 连我胸口的阴阳相远 都停止旋转了 而且我还觉得自己的身体 在那里慢慢变硬 血液似乎也都停止游动 举着聊天剑的手臂 就是这样停在半空 动又动不了 又没办法放下来 梅姐 她就内疚地对我说 她就说了 家兄弟啊 真是对不起啊 我们不是有心要害你 只不过 想要你帮个忙而已 真是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这个时候 梅精红刚好回来 现在 她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她的了 我想说话 张嘴 又真是不开 我只好挂着梅姐 和趴在桌上的林耀阳 梅精红这个时候 她觉得我已经 逃不出她的手掌心了 只有半边的手臂一吠 只见到周围那些 一直在旋逻不前的鬼影 向我围了过来 这个时候 我身边那个女人 忽然一把捉住我 猛地把我摔到自己的肩膀里 带着我 就向屋里走 她的速度很快 只是眨眼而已 就进了房间 手一吠 房门一声就关上了 都没等屋里 梅姐反应过来 那个女人 拿起了一张椅子 扔在口窗里 扔坏了那窗户 要带我从那里离开 梅姐她似乎 就不放心 那个女人把我带走 她嘴里大喊 就说 你放下这家兄弟 跟着个裙线索 就向那个女人的腰里 卷了过来 这个女人冷坑了一声 就说 哼 竟然用蛇散酒 封住坚天阳身上的气息 你呀 你认真阴动 她手一挥 掌心一道黑鹰 就向梅姐飞了过去 那道黑鹰在空中 发为两个黑猫 喵的一声尖叫 分作左右 向梅姐扑了过去 这两只猫仔 八只爪都很尖利 如果被她们捉中了 那梅姐这一块脸 就会毁容 她就顾不上 再向那个女人攻击 手那里的裙线索一收 就卷向其中一只黑猫 她另外一只手上的铜镜 就拍向另外一只黑猫 接着又听到 碰不到一声 房门已经被梅晶红 一脚就踢开了 那些鬼在那里 烧烧烧地叫 那些鬼影 都冲进房里 向我们追过来 那个女人 趁这个机会 就带着我翻身 飞出个仓库 她不满地对我说 你们这些臭男人 为什么这么重 都不知道你们的女人 是怎么承受的 这个本来就是一件怪事 就好像平时的女人 走几步都觉得累 但是逛街 就鬼死这么精神 还有 创伤和创客的承受能力 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东西 我怎么跟她解释 我自然是不会 跟她探讨这个问题 我就问了 你叫做什么名 准备带我去哪里 你可以叫我做影儿 你一个大男人 我还吃了你吗 再说 我和一般的女鬼不一样 我对吸收男人 那些什么阴症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来救你是受人之托 姜天羊 你现在变成糖真肉了 大家都想控制你 关爱不给关来 这里的痴味网量很多 那个梅正红 她说的师父 是本地的杀门 而梅正香所供奉的 那个什么金花教主 也都不是一般的出马线 她的实力接近散线 也都很厉害 他们来找你 事而不会有什么好事 还有那个害死 找无够的神秘家伙 再加上柳家 你的麻烦 真是认真多 这个女人 一路带着我 上着个行仔飞笨 一路对着我说 好了 这一章节就 第二百九十三章 木碟 上一章节说到 姜天羊 她被那个梅姐 在她酒那里落毒了 所以 她无功尽失 我觉得这个影仪 对我真是无恶意 所以呢 我就对她有几分好感 我就问她 你说你叫影仪 那是谁要你来救我的 你知不知道 害死找无够 那个人的身份 那三具尸体 是不是我们 奸家先祖 我要去将他们救回来 哎呀 为什么 让你这样叫一声影仪 我怎么起小鸡皮的 我看还是算了 你叫我做卫小影好了 这个是我真名 都不知道有多少年 没人叫过 自从我死了之后 哎呀皮 算了 我不跟你说 这些没用的 叫我来救你的那位 我都不知道她的身份 我只是知道 她可以帮我离开那个图观 这样 我就可以去到阴间轮会 害死找无够那个人 我只是知道 她正义降头术 至于她的来历 就不是很了解 唯小影 这个名字挺好听 不过跟她的样子 就有点不配 在京城 遇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本来以为 来到关外可以清静一点 顺便找一下山神令 跟着就离开 想不到 才来一日 就让我遇到这么多神秘的人物 难道我天生就是一个麻烦鬼 走到哪里都会惹麻烦 唯小影说得没错 我现在 就是跟西天取经的唐真差不多 这一阵 我们已经走到行仔口 我心里就稍微安定 接着我又问她 你刚才提到了撒门 是不是跳大神那种 她很厉害吗 厉害 何止是厉害两个字 就连我现在 追随的那位 对她都很忌惭 你不要以为撒门 只是跳大神 是人家装模作样 一体病这么简单 她还可以沟通 本地的山村麻密 甚至可以控制 那些亡而不散的灵魂 和你们关外的山神差不多 听到唯小影说的话 我心里就不由灵机一动 既然那个撒门 相当于山神 那么我们要找个山神灵 是不是可以从她那里 找到线索呢 撒门 无疑对本地的事好了解 她既然想要梅珍 红大爱见她 打开个阴阳墓 看来 那里面一定有她想要的东西 而那样东西 不一定是疑魂珠 而柳人峰 也想要我打开那道墓 不知道柳人峰 在个墓上想要什么呢 梅珍姐供奉的金花教主 她又想要我做什么呢 我正在想这些问题 忽然间听到唯小影 她骂了她 正仆街 接着 她急速奔跑的身影 忽然间停下来 这个时候 我们本来 已经走到行仔后 但在我们面前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间出现了 一道高墙 我只顾着想东西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墙是怎么出现的 我就问唯小影 蛤 是什么回事啊 鬼打墙 唯小影 她就摇摇头笑着说 蛤 什么鬼打墙呢 鬼打墙是山人在野外 遇到鬼岭路 就好像顺着 一条见不到的墙走那样 一直在原地兜圈 我自己就是鬼 有什么可能我鬼打墙呢 这幅墙是真的 说着 她走到墙的面前 抬脚 就向墙那里 踢过去 只听到砰的一声 眼前这幅墙 果然是真实的 也在这个时候 我身上忽然间响起了 手机零声 为小影 吓得打了个懒针 连望就把我丢到地上 她就对着我喊 她就说了 姜天药 你身上有什么在叫 我见到这样 我就心中大起了 知道一定是 清脆回到酒店 没见到我 要扭弄月 跟我打电话 我就告诉她 手机在我库袋里 麻烦她拿出来 给我听 电话接通了 清脆呢 她就连望问我在哪一处 还没等我开口 卫小影就抢着说 姜天药 和我在一起 我要带她回我家 今天晚上 你就不用等她了 明天 我会将她 完好无缺地送回来的 我大声地喊着清脆 想要解释 但是呢 就被卫小影 掩住我的嘴 我只可以发出 呜呜呜的声 没办法再说话了 卫小影搞了半天 先将我手机关上 她有趣地笑着说 哈哈 这样你的女人 就以为你出去找女人了 应该 不会再来找你了吧 说完 她还将我的手机 又向屋顶 激得我大声冲着她骂 哈哈 姜天药 你是打算在那里骂我呢 还是打算 想从这里离开呢 我不是女人 我知道骂她 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就问她 我当然想从这里离开 但是怎么离开才行呢 前面这墙墙这么高 你爬得上去吗 要么这样 从旁边 人家的家里回过去 我不想 我是一个女孩 怎么可以翻成入户 再说 我担着你这样的一个蠢材 都还没等我们 回到人家的家 就被后面那些衰人追上来了 卫小影连连摇头 身体转了过来 我才见到身后的巷 鬼影重重 向我们追了过来 梅精红 就是在我们的后面 那些鬼的速度很快 但好像 对我和卫小影很忌憚 所以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 就停了下来 接着 我们就听到梅精红说 女鬼 看来 你想要带走坚天羊 就是为了她这副身体吧 我们对她的身体没兴趣 就是想要她帮我们打开阴阳墓 你先将她 借给我们一天 等阴阳墓打开了 我自然会将她还回给你 那到时 你可以将她带走 到时候你找个清静的地方 逍遥快活 都没人会打扰你们 你觉得怎么样 否则我 这么莫 我要你在這裡魂飛拍散 梅正雄他陰漆漆地衝著衛小影說 手若揮 身邊那些鬼影就向四處散去了 我對小衛說小心 小衛的點點頭小聲地跟我說 你快點想想辦法 可不可以把那棵牆打開 這個是墨門的木碟城 薩門衛城雖然是木頭造成的 但是很堅固 不過他有一個機關可以利用 你們姦家不是最擅長此道嗎?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他打開 我見他這樣說 我摸上臉我就說 這位大姐 就算我真的要破解這棵牆 那我也要懂得動才行 再說 我身體的氣息已經被蛇傘走封住了 根本沒辦法使用樂星座 哎呀 又是呀 梅小映就無奈地說 如果有公宣門弟子在這裡就好了 這兩個門派 一個擅長守 一個擅長工 公宣門弟子一定有辦法破解這棵牆的 聽到他說的話 我就眼前一亮 我就連望對他說 你快點看看 我身上的帆布包裡有個紅玉 你把它拿出來 看看可不可以把這棵牆破解了 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 我眼角就看到那些散向四周的黑影 沒有向我們圍了過來 而是紛紛隱生在小巷兩邊那些樹那裡 接著我就見到不可思議的音幕 那些樹的樹株開始好像瘋了這樣生長起來 好像眨著眼睛 就紛紛生成像蛇那麼長的藤蔓 在空中把牙毛爪向我們伸了過來 只是幾秒鐘的瞬間 就在天空那裡織成了一張黑色的大網 把整個天空都遮住了 梅小影在包裡找那塊紅玉 同時又拿出一段黑默默的東西 她就跟我說 乾天羊 你還有收藏菇骨的愛好 我看了一下 發現是朱高熙的那段菇骨 這一段時間一直都在她袋裡 我都沒有時間要朱高熙出來透透風 畢竟她的實力都不是很厲害 都排不上什麼用場 但是現在是她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她很精通老班所 於是我就對著那段骨頭我就說了 朱高熙,你還有沒有在這裡 朱高熙,這段骨頭那裡還有一個鬼 我來看看 梅小影的好奇地說 她手一抬一道陰氣 從她手心裡入到孤骨之中 陰氣入到孤骨裡 她瞬間就變成了朱高熙的樣子 嚇得梅小影連忙把她推了出去 她大聲地在罵 你這個壞人 原來她不是附在孤骨那裡 你也不說清楚 孤骨是她身體的一部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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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家 剛才不是在她身上摸了半天 減天羊,你真是壞人 被其他人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幾挑架 好了,這張節就說到這裡 第三八零一章 骯髒的老道 上一章就說到奸天羊 還有梅小影 她們兩個逃走了 跟著在路上遇到一棟牆 她們過不了去 隨即她就看到朱高熙身上的衣 她就笑著說了 哈哈,猜不到 是個尊名王朝的王爺 可惜了 你現在已經是個死人了 而且尊名王朝 已經早就不存在 如果不是的話 說不定我可以嫁給你 哈哈,可以做個王妃 我見她這樣說 我就覺得好笑了 她這樣的貓樣 都想做王妃 朱高熙好像有點害怕 遺小影 她就問我了 她就說 天羊啊 你叫我出來做什麼 你現在在做什麼 這幾天 我一直在你的袋子裡 在睡覺 我覺得自己的實力好像增強了很多 我想過不用多久 我就可以離開這段孤骨 跟著我才注意到她的身體 的確比之前認識了很多 看來身上都有一股 好像之前完全不同的氣息 我的袋子裡這半年收集了很多東西 或者其中某一件事 讓她有了變法 我就顧不上考慮這個問題 反正朱高熙的實力變強 對我是一件好事 我就問她了 朱高熙啊 你看看我面前這根牆 有沒有辦法用那塊紅肉 把它破解了呢 哎呀,我們要快一點 遲了 我怕還沒等到牆被破解了 我們就被那些樹枝纏著全死了 這個時候 衛小影都在旁邊在吹我們 跟著我才看到 天空中的樹枝已經 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 已經完全看不到頭頂的星空 連兩邊的房屋也都被遮住 我們好像置身在一個長長的通道那裡 梅正雄呢 就站在我們不遠的地方 她似乎篤定我們沒辦法逃走 她衝著我們喊了 她就說 奸天雄 你就不用把握心機了 這個女鬼看來雖然是有點悶到 但她想從物證師叔 和我師父連手布下來的鐵桶陣那裡逃走 是不可能的 你就乖乖地跟我去見我師父了 她一定不會為難你的 梅正雄呢 她一直都強調這個問題 她要帶我去見自己的師父薩滿 只是想要我打開陰陽墓 薩滿不會為難我的 她越是這樣說 我就越覺得不對勁 再加上先前那三個屍體走到陰陽墓去 現在控制他們的人來找我 只怕也和陰陽墓有關 而柳仁峰也想要我打開那道墓 我相信就算殺滿她不會害我 打開陰陽墓也會有危險 我有可能會相信她梅正雄說的話 這個時候朱高氣已經把紅玉 從韋小瑩的手裡接了過來 她在我們面前的牆上看了一會兒 她就說 天陽啊 我覺得我這塊玉應該可以打開這牆牆 而且這牆牆用的木碟很靜妙 雖然看起來體積很大 但他們真正的份量只有萬分之一 如果我們將他們收過來 那以後隨時都可以利用他們搭一些房子 甚至還可以砌成一座城堡 在她的墓裡 我雖然僥倖打開了她的老班鎖 但不是很正通 聽到她說的話之後 我就催她 就趕快把牆牆破解開 不要再廢話了 然後我就叫韋小瑩 另轉身去 我看著梅正雄我冷聲地說 哼 你那個師傅 他如果是真心實意 想請我去為他打開陰陽墓 其實他不用這樣大廢周章 直接到酒店那裡找我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趁人之危 在我吃了那個蛇蟾酒之後才走來 梅正雄他被我這樣一問 他就呆著了 他大聲地衝著我說 他就說了 奸天雄你不要誤會 我當梅家去 不是為了抓你 而是救你 梅正香 才是真正想要害你的那個人 他雖然是這樣說 但他周圍那些樹枝 都沒有停止生長的意思 反而向我們慢慢靠了過來 韋小瑩 他就在旁邊焦慮地問我 哎呀奸天雄 現在怎麼辦 你那個王子朋友 他到底行不行 我看著離我們頭頂 不過兩米的樹枝 樹枝在那裡不停伸縮 就好像一條條長蛇一樣 我也很擔心 就在這個時候 我忽然間聽到身後的珠高熙 在那裡興奮大喊 他就說 點 誰說我不點啊 好點 跟著眼前就紅光大作 那個紅玉從珠高熙的手裡 飛了出來 順著樹枝和牆面的蠟蠟轉了進去 不知道去了哪裏 回正雄見到這一副情形 他就在那裡大喊了 他就說 那些是什麼來的 你們是否想發訊號 要人家來救你 哈哈 來不及了 奸天雄 你們快點跟我走 說完的手一揮 有一張黑色的網 就向我們飛了過來 也在這個時候 忽然間誇了一聲 為小影和珠高熙 異口同聲音大笑起來 跟著抱著我就走 塞著航口 那牆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紅玉從我空中下來 在他周圍 在密密麻麻 飛摸著一塊塊的木碟 珠高熙 連往伸出手裡 把我身上的帆布袋拿過來 打開 把紅玉和木碟放進去 梅小影的速度很快 我們瞬間就來到海外 眼前車水馬龍 自然是另一番情形 那張黑網也落在地上 梅貞熊見到這樣的一副情形 他就大喊 他就說 江天陽 你竟然可以打開密門的機關場 你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經我們逃走了 本來想捲向我們的樹珠 也跟著追了過來 剛好有兩輛自行車 從我們的身邊經過 就被樹珠捲中了 普通的一聲就跌在地上 就在我以為這些騎車人 會被梅貞熊所害的時候 他呢 就招招手 那些風掌的樹珠 瞬間又縮了回去 一個個鬼影 都抹入到黑暗之中 他竟然沒有害過兩個人 而是站在一個巷裡 他的眼睛閃著寒光 看著我們三個 那兩個騎車的人 從地上爬起來 對望了一眼 兩個人都是一臉懵B 他們兩個都不知是怎麼跌倒的 他看著梅小影和我 兩個人都是一臉亡然 梅小影呢 就衝著他們兩個大聲喊 看什麼看呀 沒見過女人呀 那兩個人呢 被他嚇到 連望就推起自行車跑 他又轉身來 對著梅貞熊說 聖妹的 回去告訴你們家裡散滿 奸天羊被我帶到城外的 那間破道館那裡 如果他想見奸天羊 就儘管過來呀 破道館 你竟然是那個 邋遢老道派來的 好 這幾年我們一直 和他爭水不犯河水 他竟然敢壞我師父的大事 我們一定會去的 你叫那個邋遢老道在等著 梅貞熊也不甘是肉 大聲地衝著 為小影叫 跟著 他們轉身離開了 我就好奇地問為小影 破道館 為小影呀 梅貞熊說的邋遢老道 也是道門弟子嗎 你是他養的小鬼 你說什麼呀 這間天羊 你才是小鬼 你…你…你家人全部都是小鬼 我才不是他養的小鬼 我就是普通的鬼 梅小影呢 就沒有好戲地衝著我大喊 跟著 他又轉著我頭來 挖了朱高熊一眼 就說了 你這個過戲的王子 你望什麼望呀 快點跟我走 免得被這些壞人追上來呀 朱高熊就一臉無辜地說了 他就說 我又哪裏招惹到你呀 不過 他講的歸講 還是跟著梅小影的身後 快速地向城外走去 在城裡的時候 梅小影似乎很害怕 引一些路人注意 所以他走路都不是很快 一出城之後 他帶著朱高熊離開道路 而在荒野那裡飛崩起來 還好 朱高熊也是鬼 所以可以跟得上他的速度 雖然門遠處的路上 車輛來來往往 再遠一點 還有些村莊燈火點點 但夜色中 我就可以見到一個個黑影 他們隨風飄蕩 顯然都是孤雲野鬼 但是這些孤雲野鬼 一見到梅小影 就嚇到走開了 顯然 他們很怕梅小影 見到這樣一副情形 我就有點奇怪 我就問梅小影 我就說 我在關雷的時候 在村莊附近 是很少會見到鬼的 就算見到 他們實力也很厲害 為什麼關雷野鬼這麼多 梅小影 他就一直飛崩 一直跟我解釋 他就說了 一是因為關外 天氣寒冷 陰氣很重 比較適合那些亡魂生存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關外多山 很多地方 都離那些城鎮很遠 甚至有些村 都在深山那裡 所以管理都沒有關內感染 很多人死了之後都不火化 那他們的亡魂 留在人間的可能性 自然就大一些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以前這裡 發生過很多戰爭 有很多冤死的人 變成鬼就流了下來 其實 一般那些野鬼 是不敢太靠近人 就算他們想害人 扶在人的身上 頂多 都是想吸走 男人的陽晶 和女人的陰氣 不會害命的 真正害人的鬼 其實他們的實力都不弱 他們連一些道門弟子都不害怕 講完這番說話的時候 他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 也是一個女鬼 而且從這番說話 我知道他的心地 應該是很善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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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